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是我父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亲的头发渐渐的白了 任由时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 从小 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带着我来爬山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 爬山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聊天 说话 那个时候的我 总是不太情愿地跟在他后头 还记得有一次 我因为心不在焉摔倒 扭伤了脚 心里那个气的 我气这座山 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总是要带着我爬山 后来 因为自尊心的作祟吧 我决定之后的每一年 都要超越父亲 爬得比他更高 比他更快攻顶 每跨一步阶梯 蹬一段山头 都毫无保留地 用尽所有力气去走 父亲没有多说话 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 父亲常常对着我说 三年间的许多道理 其实很像人生 那时候的我 并不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骄傲地觉得 终于比父亲更快地 登上山顶 登上山顶 后来我才知道 他其实选择用最慢的方式 用一次 又一次登山的过程 让我自己去体会 去体验 这段人生的道路 我们曾经为了各种目标 奋不顾身 但同时也在奋斗的过程中 我们忽略了许多事情 忽略了沉沉而过的小溪 忽略了午后阳光的温暖 忽略了身旁的青山水绿 忽略了身边所有球块 而遗漏的美好事物 世界变得太快 唯有山林绿水 保有原貌 我们富有了 但是否保有心中宁静之地 碧露蓝绿地走过了 拥有了 也懂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